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SQ接下来会请什么样的画风的明星代言 应该还是真实的 但是有故事的 之前看到我们有请过老干部 霍建华做代言 然后我们有请过高丽祥来拍报告 然后还有薛之谦做过直播 那会不会觉得这几人画风之间差别特别大 我觉得他们应该没有可比性 因为他们做的一些活动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可以看到身后有很多明星代言的这样的作品 他们会不会在代言之后有用过完的神仙水吗 会有 而且他们自己会掏钱买 对 那为什么 其实用过之后会说 为什么SK2不把神仙水做的香香的 因为我们是完全没有添加 所以它就是PITARA的味道 那在抗生老方面 你觉得大宝SO地秘 还有PITARA每一个更好 我们没有比过 但我觉得应该是PITARA比较好吧 对 而且你现在说到SK2的话 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想到神仙水 是其他产品都没有神仙水好吗 没有 我们产品都很好 但神仙水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镇店之宝吧 当家的这个 这个我们同事在开会 你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SK2的一些同事们 对 但我不打扰他们工作了 来看到他们的汤尾 对 衣服品的功效 你觉得是在于产品的本身 还是说营销内容 会给消费者的一些心理暗示吗 我觉得功效本身是最基本的 但是那个产品或者是情感做得好的话 会一些加分吧 那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在Youtube做的最棒的一个创业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相亲角 相亲角的那个故事 你喜欢你们哪个故事啊 我觉得一个是相亲角的故事 然后包括其实我们有做过40多条片 从各个区域的这个改写命运的故事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个台湾的一个 聋哑人的一个舞蹈员 那万子四人脸的问题 好 之前有担心过自己会成为圣人吗 我感觉 其实倒还好 我也大概是30多 30多都还好 我觉得女性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我觉得女性应该是 就是独立吧 独立 那你觉得行业内就是 关于时尚的标杆是谁 你最喜欢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已经没有谁的概念了 我觉得是一个群体 我会关注很多很多的这个公众号 其实他们代表的是一个群体 一个很多很多人的意见吧 已经没有谁或者是个人了现在 对 你自己怕老吗 我还是挺怕老的 所以我一直都要用SK图 那你觉得最健康的审美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就是自知之明罢有 然后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 不是随便去跟风 你有没有觉得从审美这件事上来看 你有你有觉得有丑到不能忍的三件事吗 可以说吗 可以 我觉得那个动动的那个鞋子 很丑是吗 真的 其他两个我就不说 这个我觉得真的还蛮难接受的 你觉得自己最美的年龄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吧 对对对 SK图有重拾梦想改变命运这样一个 那么局下 汪峰啊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有一个自己的梦想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开一个自己的画展 画展 那和美妆品牌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是我个人的 就不代表公司立场 但是如果代表公司 我希望有一天 就是中国消费者可以用他们的这个手上的钱买到他们觉得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而不是乱买 你觉得在美妆行业工作的话 有哪个几种品质是必须的 说出三种吧 品质哈 我觉得一个还是敏锐吧 敏锐 第二个应该是真诚 热诚 第三个要吃苦耐劳 最喜欢的面膜牌是哪一个 SK图的 那个前男友面膜 K图有没有降价的可能性 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小姑娘买不起 应该没有吧 但是你可以顺便问一下我老板 美妆行业 你觉得你自己见过最蠢的营销方案是什么 哎呀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盲目的去追热点吧 用三个词总结一下SK图的创业营销里面 第一个真实 第二个是走心 第三个是坚持 那么接下来SK图有没有什么新的导动大开的一些想法可以透露一下 会有的我们在做 但是可能现在透露不可以 但是过几个月吧 对对对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用创新这个词造个句子 我觉得SK图会开创新的护肤格局 很棒 很期待着这个格局 好好谢谢 谢谢